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能小时候吃过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给他一个很好的感受 他永远对这个东西产生怀念 产生执着挥之不去 然后他一而再 再而三去接触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给他很好的感受 所以造成一种坚固的直取 要化解它 就是把那个我拿掉 其实你的自我只是一种心理的作用 你不能主宰任何东西 我们只要把生命的主宰权放弃了 轮回就拿你没办法 我们人最大的麻烦就是强做主宰 结果弄得自己很被动 就是说 你明明不能主导这个世界 但是你一定要强行主导它 在这个本来是生命变化的五蕴元素当中 捏造一个自我意识 然后去主宰五蕴 结果触动了生死轮回 这轮回就是这样来的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生死业力 但是只有业力不能构成轮回的因素 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去激发这个业力 而我们刚好又捏造一个自我概念 就把那个生死业力变成有力量的业力了 本来业力它是死的东西 但是你把自我放进去以后 这个业力就活动起来 变成轮回了 感谢观看